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开发出曼陀罗的风水建筑体系 曾经获得居家吉祥风水创意设计领跑者的称号 首先来欢迎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新年快乐 是的 陈林先生好 这个还依然是在这个新年当中 那么今天也是我们这个2023年的第一期节目 那么之前这个我们请陈林先生讲过一个引爆世界的十大预言 我记得应该是第23期的节目 那么很多的观众朋友其实反应非常大 我也看到在陈林先生自己的这个陈林说风水的频道 也是有将近快要4万的这样的一个观看量 那么所以可以看出大家对明年世界未来的趋势是十分的关心 所以今天呢 我想请陈林先生对此再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和补充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 好的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我们今天是今年的第一期节目 第一期节目呢 就是我们23期嘛 有一个节目叫引爆世界的十大预言 没想到这个很火爆 看来是很多人的对这个明年的趋势很关心的 那估计应该会超过5万人观看 那在那个时间呢 因为我是讲这个预测方法 所以有一些就没有详细的说明 没有详细说明 那很多的观众希望我能够详细的说明一下 那首先是这样的 那明年我们叫鬼某年 鬼某年叫黑兔年 那很多的专家包括这些 金融的这些大佬 他都预测明年的这个金融不好 对吧 对 因为我们那个十大预言里面 我们看了第一个就说 全球的经济这个要筛退 那这个 我要跟大家今天分享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比较细节了 所以我们上一集 就是上集 那今天就是下集了 那这个全球的金融会癫狂 股票会癫狂 股灾会爆发 股灾会爆发 那这个因为呢 因为这个恶劣天气嘛 我们上面又讲了恶劣天气的问题 所以造成了干旱 他等于说这个干旱的天气呢 就造成了什么 就是说蝗虫的灾难呢 所以造成了粮食紧缺 人员依然很紧缺 而且是人民币跟美元 肖战的最激烈的一年 人民币跟 那这个到底谁来胜呢 当然我们人民币来讲 首先是先胜 后面就退出来了 然后呢 美元呢 实际上呢 是先败后胜 所以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美元也是涨到一定程度了 也不对 美元不利 那另外人民币也不好 所以说这个就是交战本来就不好 那还有呢 全球的这个健康亮了红灯 我们讲呢 现在不是都是 中国是全阳嘛 然后呢 又开放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名言是某年 某是东方的木 然后这个木是刻什么 木跟这个金是相刻的 就是有金 这个有字就是我们繁体字的一生的一字 所以西方 所以我们讲西医啊 就清呼要 就是因为太太麻烦了嘛 所以会差点要崩盘了 要瘫痪掉了 就西医啊 所以这个 但是呢 中医抬头了 中医抬头了 为什么 就是中医对人类的贡献 开始越来越显著了 就是在今年啊 然后包括心肺 包括我们的这些肝脏的疾病呢 就会越来越明显的话 因为有两种原因 一个是得了COVID的 这个后面的后遗症 还有一种是打了疫苗以后的 抗遗症 反正不管怎么样 都显现出来了 这个心血管的疾病 包括一些特别是山高 就为什么呢 你的八字中如果火特别旺盛呢 这些疾病非常容易显现 会亮红灯 那就说 那特别是在这个 做 因为今年的这个病心啊 病心是在这个东边 所以做东朝西的房子 要小心 还有呢 这个武皇在西北 所以做西北朝东南的房子 的这个自己的房子啊 一定要注意 等一下我们会讲怎么化解啊 这是一个化解 还有呢 这个鬼啊 这个鬼字啊 这个鬼字 我们叫鬼某年 鬼也是桃花 那等一下我们讲了桃花 这个鬼啊 还有代表鬼吗 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大麻 就毒品的 犯了 嗯 毒品犯了 所以我们刚刚看的 西北朝东南说 毒品合法化造成什么呢 造成到儿童物食毒品 好 你的小孩都要在吃毒品的 嗯 就于卵团高 因为有毒品 所以说造成的 合法以后的这个 这个毒品就迅速泛滥 还有包括很多的灵异事件啊 很多的这个 呃 逃射事件的 就会爆发 那我们就是说 来看我们讲 呃 第一个跟第二个议员里面 讲的金融跟地产 金融跟地产 我们下一步 我们看第二步就说 下一张 下一张照片 下一张照片 对 什么时候爆发呢 最重要的爆发 因为鬼某跟这个某物序 是相合的 嗯 鬼物合为伙 某序又合为伙 所以是 我说是最后的颠簧嘛 嗯 所以 零月 五月跟序月 这三月 全球容易爆发股灾 哦 零月 五月 零月 零月五月 零月 这是几月 就是农历的 农历的月份 就是正月 就是农历的月份 哦 五月五月其实就是农历五月 哦 农历五月 那就是差不多六月份 对 那其实最厉害的爆发是续月 嗯 这个续月 这个续啊 这个续就是十月八号嘛 我刚查了一下哈 就一定 一定可能是世界发生的很大的事情 造成的股票暴跌 哦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不要这个入股市 我觉得看我们的节目的一定很兴奋 原因是因为我们穷中人找到契机 帮助到自己避开它 嗯 同时呢 哎 也有机会 因为股票跌的时候呢 我可以买买什么 买跌嘛 我也要赚钱 嗯 所以一样的道理 那什么月份呢 会升起来很厉害的颠狂呢 就是更生月 也就是八月八号 有两个月会颠狂 往上冲 啪的一下就下来了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 所以呃 如果不再炒股票的 建议不炒股票哈 嗯 那如果你懂得炒股票的话 迟到这个趋势 营月物业虚悦 可能会产生股灾 你就有做好准备啊 还有呢 我们讲地产啊 地产呢 我不建议从明年开始 这三年呢 我不建议大家买房子 哦 接下来三年都不建议 对 对不建议 那除非是你有现金 你看得好的 你可以进攻 如果only说是 你想要自己有一点钱 想要投资的话 我不建议 我不建议 不建议原因是 我们以后专门做一场节目 叫奇门顿甲 来预测整个地产的预期 什么时候涨 什么时候跌 什么时候涨 什么时候跌 的一个过程 所以明年来讲 可以说明年来讲的三年 地产都是直线往下的趋势 这是一个趋势 当然中间会上涨的 因为我说美国 因为美国是要大选 一定是干预它的 所以它就赏就跌 赏又跌的一个过程 这是个地产 所以不建议 不建议 那我们就在投资什么呢 我们下次有讲到 比如说金的 我们可以买一些黄金 储备才一些金有用 非常有用 所以明年一定要什么 趋吉避凶 以退为首 以退为首 但是因为我们上次讲了说 明年叫纯卦 也叫尊卦 混水摸鱼 所以在世道混乱的时候 反而有一些事情 是让你能够赚到大钱的 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 不是我们中国 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讲说 我们老说我们叫投机打靶 你这个人老是投机打靶 就是什么 就是抓住了机遇 抓住了这个机遇 就好比方说 如果是下雨的话 如果那就是买伞的话 这不是很多人买伞吗 每一个道理 没有粮我就存粮 这就是投机打靶了 OK 这就是我说的前面的内容 了解 是的 所以刚刚大家看到了 陈林先生给大家分享了 这个十个这样的一个预言 包括最后在金融方面 特别为大家做出提点 那么当然这个房产的部分 大家如果是关心的话 一定要继续来关心我们的节目 才能够看到 陈林先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关于他对这个房产的走向 因为我相信我很多的朋友 其实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 他们可能真的是有这个想法 说在低的时候 我进去抄底 然后去投资 到底这样做 到底行不行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 那么刚才这个陈林先生 你说了一个大概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细细的来分一下 来请这个陈林先生 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一个解读 就是在2023年 我们首先来说 有哪一些凶事 就是这个凶 就是那个 就比较大凶的那个凶 凶事我们是要避免的 在这个部分的话 有没有可能靠风水去布局呢 对 就是风水其实说什么 就是远离不好的负面能量 所以其实风水不一定先要谈急 需要趋急避凶 靠近正面能量 主体 整个风水的主体 其实是避开不好的人 最主要是先说不好的 我觉得看我们的节目很有缘 因为明年是一个动荡年 明年是一定不好的年 我不要说我说 可能老子想一下 他也应该知道了 那对不对 那物价那么高 对不对 对不对 油价越高 粮食又储备又不足 对 那这样的话 就这样的动荡的年的时候 我们应该干嘛 第一件事情不是先要谈急 而是要避开凶事 因为如果在不好的年 你发生的凶的事 就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 那我们怎么避开凶呢 风水中的明年有 总共有几个凶位 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要看一看 好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大兄的工位 对 这样好吧 就算我们说世界无论怎么变 首先把自己变好 就是说世界可能在变化 我唯一要变化的是 我把我的家里变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对不对 对 把我自己的风水变好了 把自身的能量提升来 把自身的家运提升起来 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 我记得在COVID 我们2020年的时候 这个最多的就是Home Depot 很多人都是去Home Depot 买东西自家的 把自己的家里给弄得好 所以我 但是我们在整理家的时候 有几个东西要记住的 风水中有几个方位 非常之重要 是不可以动土的 主要我们讲说太随头上 动土就要麻烦了 我们在装修 动土 甚至对方 就是我们家里的邻居 在内动土的话 都会产生很大的麻烦 哪几个方位呢 主要我们讲第一个方位 其实最凶的方位 叫三煞位 我第一次讲的三煞位 这个三煞位呢 就是在风水讲 就是所谓三煞 就是煞气最强大的 在哪里呢 正好在西边的位置 所以可以说 今年的西边 就是欧洲是不太好理想的 新年欧洲不好 因为整个西边 都属于三煞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家里的西边 在动土 或者是你隔壁 正好是你隔壁 你住家的隔壁 正好是西边也在动土 不要去动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西北位置 西北位 就是五黄的位置 也不可以动 所以整个西部 尽量西到西北的位置 不要去动土 不要装修 我要敲这个敲墙什么 都不要去做 或者是换地板 都不要在西边的位置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东边 那东边呢 为什么呢 因为叫太随位 今年某就是东边 还有一个东边呢 是阿黑病腐位 如果你在东边动土 你一旦会引发你的身体上的结煞 一定会出现的 而且还在太随上动土 所以造成你很多的问题会出现 我发现有很多人的运气 或者是得到了某些特殊的病 都是因为在不同的 在煞气的位置上动了它 那你本来这个能量是要移近的 而不移动的 你一动 它的能量就产生了 就产生什么叫做 全息思维嘛 就产生共振的 跟这个宇宙全息产生共振 在那个方位不好 你动了它 能量就爆发出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刚说的就是三萨卫 泰瑞 武皇卫 跟阿黑卫这几个位置 简单来讲就是东西跟西北方向 一定不要动土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四飞星就是东南方了 那东南方向如果你动的话 也容易产生官飞跟四飞了 官飞跟四飞 就是这个 所以往下这的话我们有一个飞星图 这个九宫飞星图 这里面有说到了几个方位 其实之前我们有讲 就是讲到怎么去这个布局 也说了 待会我们下一步 我们会详细的聊 详细的聊 好的 是的 谢谢 谢谢这个陈寗先生 这个关于刚才大凶的这个部分 大家一定要这个 好好的来记住 刚才陈寗先生 跟大家所说的话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去凶 这个就要靠近更多的这个吉祥的事情 那么我知道2023年是一个桃花年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 其实他也是单身的 希望这个能用利用这样的一年 这个可以去这个有更好的伴侣之类的 那您觉得在风水布局上面 是不是可以去催旺桃花呢 是的 这个我们之前可能有讲这个凶的位置 下面也有个图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二黑跟五黄的这个图 就下一页的图 就是二黑跟五黄 就是那如果怎么化解呢 这个二黑跟五黄 就是说如果 如果你的家里的格局不好 就是二黑跟五黄的位置一直在动 比方说门冲门 这个这个厨房的这个一直在动 都容易产生煞气 或者上面有梁也都会产生 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要有一些金来这个泄他的气 所以在二黑的并服 为我们摆一个图葫芦 或者放那个这个八个图结也好 五个五地图结也可以 那在五黄就是西北位置放什么呢 放这个六个图结 六地六鼠金来化这个煞气 就是刚刚补充一个煞 就是当我们的家的格局 也不一定说只是说一定是在两个风影就产生 如果不用它就不会有煞气 可是如果我的格局正好应用到了 或有凶的就容易产生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哪些人容易产生就是犯态税的 特别是有态税的人 我们下一张图就是有犯态税的 来看看哪些 对比方说这个 这个属兔的一定是犯态税的 特别属鸡属老鼠的属龙的属马的 这几个五个生肖 非常容易犯态税 犯态税我们很多人认为是年 其实月住 如果你的月是某月 有月 止月 成月 五月 一样也犯态税 那就是在这个犯态税 最最最厉害最厉害是谁 一个是鸡冲态税 一个是龙 因为这两个 两个经验没有任何疾心 而且还犯到并伏心 所以可以 如果你你家的格局也不好 五黄跟二黑 然后大家你有属鸡属龙 你千万一定要注意 要化解 一定要化解 属鸡和属龙的 对 属龙的属鸡的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说 这个桃花 桃花 这就是桃花 那明年是大烂的桃花 他说到了 为什么 因为明年是特别 我不知道有两个立春 双就代表是何的意思 两个嘛 夫妻成双成对吧 对 又是论二月 又是双立春 所以呢 明年是大桃花年 这个兔 我们叫Prayboy 是不是有Prayboy的节目 就是我们有个测情节目 叫Prayboy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就代表 这个是什么 就是兔子嘛 就是兔子 所以兔子其实就是桃花 那所以明年的单身的 要脱单的 一定明年把握机会 还有了这个明年的怀孕的 天丁的也要把握机会 哪些生肖是最好的 第一就排老鼠 第二个就是属虎 属马属狗 这四个生肖 桃花特别是旺盛 特别旺盛 还有呢 就属于你去查日元 你日元就是你出生的那天的天干 是鬼水的女生 很容易怀孕 还有呢 这个日元的丙火跟丁火的男生 所以我说八字理论就是一个开车的 就是个旅途 我们人生就是个旅途 这个日元就是开这个车的人 开这个车 那开这个车的人呢 是鬼水的女生呢 很容易怀孕 那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 然后呢 特别如果是男生呢 是属于丙火跟丁火的男生呢 也容易天丁 好 还有一个 如果是属这个四个属相的 他的房子是坐北朝南的 也容易成功 生孩子 还有包括让我们怎么说来吹望这个桃花呢 我们下面有一张图 下面有一张图 专门吹望桃花 桃花有两颗星 一个是九子离火吧 九又是九印中最当旺的 还有一 一也是桃花星 我们只要吹望这两颗星 其实桃花就旺了 桃花就旺了 好了 我们这两颗星来讲的话 九在哪里 在正北方向 所以如果我们在正北方向摆是个和和的 比方说一对天鹅 对不对 紫水晶呢 或者九朵 红色的花 当然如果是这个玫瑰花 要把字这个给去掉 一定能忘桃花 红色的花瓶 放九朵玫瑰 红色的花 对 或一白的位置 我上次讲过一白位置是对女性特别有利的 因为今年的女性抬头了 女性 也就是说所有家人的女主人 记住我 今年2023年是你们太旺的一年了 因为一白贵人飞星到了 如果你懂得去吹望 你就在今年是最No.1厉害 最得运的人 对那一白飞星就是我们比方说 比方说你可以放一些招财的 啤酒都可以 比方说一个一白 就是放一个白色水晶也可以去旺它 还有一个山洞的一个小风扇都可以去旺 还有包括我们上次讲的一白水 以前有提过 就是把这个水放在一白的位置 都能旺桃花又会旺贵人 但有一件事情来了 结婚的人怎么办 对 结婚的话 尽量不要吹旺这个桃花 原因就怕有婚外情 对 还有一个事情来了 当你65岁到75岁以上了 如果你的桃花兴旺 就不是代表你有桃花 代表你有下半身的病 也就是病药系统的病 那男生就是属于前列腺的问题 女生就是病药系统 职工的问题了 了解 所以奇怪了 年纪大的时候来望桃花的时候 是不是一件好事了 就代表你身体可能下半步亮起红灯了 了解 了解 是的 好了 没错 确实这个桃花这个真的是要分的 像刚才这个陈林先生说的 这个年纪轻的分 然后年纪大的 它是不一样的 就不要觉得年纪大了 也一样会有桃花 这个是不一样的说法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 包括刚才这个陈林先生说到的 一些怎么样摆东西 然后一些风水的布局 其实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大家如果还是不是很了解的话 建议大家还是直接来询问陈林先生 他会这个非常耐心的为您做解答 那么刚才您说到了 明年的这个经济真的是非常的不景气 全球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经济衰退 那么在这个部分 我们是否还可以用风水的布局 去催忘我们自己的财运呢 对对对 所以我们假如说这个明年的财运来讲 我们看一个图了 其实哪几个生肖的财运比较旺盛 我们首先第一个 属虎的属兔的属羊属猪的 这四个生肖 因为有金贵心的 贵就是财贵的贵心到了 你一定是有财运的 这四个生肖 但特别是什么 做南朝北的房子 如果你家是做南朝北 我恭喜你们 明明的财运一定很旺 一定很旺 因为南是八白财新 到了什么 到了南边 你正好坐在财新上 当然得到了财新的力量了 对不对 好 那对于男主人跟女主人 我们刚刚说了 男主人的真正的主位是在哪里 在西北方 女主人的这个主位是在空 就是西南方 所以西南呢 一白财新在 所以我真心的建议 建议大家 所有的女主人 就是家里女性掌权 或者是女主人 一定要摆一个财箱 就是有关于财箱的 这个催旺这个财富 催旺的 因为这个时代是离挂 离就是中年女性的人量 最为强大的手道 对对对 好了 然后呢 女最旺 所以一白财新 放一个财箱 或你手势盒都可以 或者保险贿也可以 好 那以八字来讲 跟金跟新金日元出身 我刚刚说就是 你查一下 就这两个出身 就是这两个开车的 这个日元的人呢 财运特别旺盛 而且很有赌博运 可以去买六盒财 可以去买财票 可以买六盒财 中奖居力特别高 还有呢 吉土出身的 日元出身的 也有大财 也有大财 特别新金跟吉土的 偏财运特别是强大 就是你看一下 如果你是吉土跟新金的 我恭喜你了 你明年的财运特别好 特别好 好 然后呢 你比方说你梦到了大便了 很多人梦到大便 黄金以为是不好 其实梦到大便 就代表你已经来了 财富来了 哦 原来是这个样式 对 如果你梦到了小便 随地小便 代表你七日要破产 嗯嗯嗯 对 还有我们的男生 不管女生 男生的话容易 鼻毛容易露出来 嗯 就长得比较 你如果鼻毛露出来 你一定要把它剪掉 要不然你也很容易破产 哦 了解了 哦 了解了 好的 所以在九宫飞星方面呢 怎么样来布局呢 对 对我们下面有一张图了 就是八白财星 嗯 下面有一张图 这个八白财星 对 所以我们首先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情 首先要把它去 这个避开凶险 懂了吗 对 那避开凶险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在凶的位置 一进步一动 就是你不要动土它 对不对 嗯 不要吹旺它 对不对 是吧 那第二个呢 如果财星特别强大 这个八白在南方 火生土 所以啊 我可以讲说 南方实际上 是最旺的财星位 最旺很 所以你可以再摆皮球 摆这个黄的水晶球 甚至你可以摆一个聚宝盆 就是把一个手 自己可以制作一个聚宝盆 也可以把一个像一个宝盆一样的旁边放五彩的水晶 碎水晶 中间放一个黄色的水晶球 你要在中午时间放 因为离鼠火 中午11点到1点 你可以穿红色衣服 喜愿财源广进 你一定能旺财 嗯 在南边摆 嗯 所以我们 哎 明年我们说了吗 明年我们都是经济不景气 当然要追望财富了 对 对 对 没错 所以这个 借陈林先生的这样的一个风水布局 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 然后结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懂的 还是要来直接问陈林先生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陈林先生 孩子在读书方面 这个文昌运 这个还有这个升官发 升官这方面 这个应该怎么样来做风水的布局 对了 因为明年的话 其实我们除了布我们的财业以外 然后我们的这个升官 因为事业更进一步 对 更上一层楼 还有 孩子读书 起来是我们也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没错 没错 我们之前有讲文昌塔 在摆在东南方会忘 意思是他的本命位 那今年的文昌呢 奇怪的飞到中间来了 所以中国就把它给囚禁在一起 当然也代表他会发散的意思 所以第一件事 只要观察你家里的中间位置 是不是到很乱 嗯 所以风水的第一件事情 叫做断舍离啊 断舍离 就是你一定要把不要的东西 一定要清除去 这是风水的第一个口诀 嗯 所以有我有去过一个家里 他的小孩子 伯克莱大学毕业 然后突然一下 智商到几 到了四 四岁的时少 嗯 压力道 为什么 我发现我一走到他家里 几乎走不动 为什么 全摆满的东西 走廊也是这个 这个 行李带 这个行李箱 中间的位置几乎摆满了 所以这代表什么 哎 他没有空间了 所以 如果你想追望你的小孩 建议第一件事 千万千万把中间的位置清干净 嗯 了解了 清干净以后呢 我们把一个 把我们的文昌塔放到哪里呢 哎 放到中间位置上来 嗯 大概的中间位置 对 那中间位置呢 你可以放一个市的市立的 一个长筋的竹子 甚至你可以放一个这个笔架 放支毛笔 一样可以取望啊 一样可以取望 嗯 那还有一个 我们讲西边是六白位 其实六白是属于升官 可是我们不讲 今天西边呢 是什么 三煞房 三煞房就代表这个 跑坏参半 所以我建议呢 如果你要想升级的话 你要斗三煞 要想发得快 首先斗三煞 所以说 我们可以放一对麒麟 放在哪里呢 放在正西之方教 又可以吹台 又可以斗煞 嗯 了解了 哎 这个就是这个 升官和文昌的 这样的一个风水布局啊 这是陈林先生简单讲的 但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风水这个东西 还是跟这个主人 然后跟这个 你的这个八字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里 不跟大家做具体的分享 但是是一个大概的趋势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 一定要来找陈林先生来给您 亲自来看哈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陈林先生你知道现在这个 我们知道整个的美国的治安都非常不好 特别是洛杉矶 而且呢这个很多人都 很多的盗贼哈 就是光天化日之下 就是这个来进行盗窃啊 然后这个 这种 哎 反正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新闻 哈 所以如果是要防小人躲是非 然后又要避免盗贼的话 在这个布局上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有有有 呃 明年哈 明年我讲三个生肖容易翻到 这个是非盗贼 就是属牛 属羊跟属猪 这三个生肖比较容易翻到 那当然那我们有一张图 那我们首先避开它吧 就是你有一招我就有一网 我要知道我就来 我就去来防你吧 对 对好 来这样的话 首先第一个是非官非也是很麻烦的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 这个这个无望之灾 坐在家里头会搞成是非都来了 因为呢 有可能你家的东南方位哦 哎就是东南方 东南方向呢 因为是是非灾心 就是鹿唇心口舌是非官非啊 嗯 飞到了你家东南 如果你家的东南方正好是流动的 门窗啊 或者一直在动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哎 我们有一个方法可能避它 就是一盏长明灯 红色能画是非官非 就放一个红色地毯呢 红色的对联呢 都能帮忙化掉它 嗯 这是一个化掉 是非的方法 就是火把是非给烧了 哎 对吧 点一盏灯都能画掉它 啊 这是一个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像说盗贼心的 叫破财心 你家被盗它的破财 我观察很奇怪 这个我们这个Akadia的那个世界就是书局啊 嗯 脑是被盗 原来就是那年的飞心就盗贼心他家门口 就怪不怪 哦 对那怎么办呢 哎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来画掉它嘛 嗯 那怎么画 因为漆是属金 那金来生水 我就卸它的气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放什么蓝色的东西 放水 还有可以用麒麟来斗它 因为麒麟属火火 麒麟可以克制住这个漆的斗杀心 好 了解了 了解吧 所以啊 我们想说我们预言之中说 南韩跟北韩在今年会发生一个冲突 就因为这个七字星造成 嗯 嗯 因为七字星 哎 我们发现这个最近不是这个金正恩把他的女儿给出来了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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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八字钟女儿代表他的正观 所以他代表说他可能要出头 所以我今天看你们的这个浩世平出了一档节目 刚出年就不好的事 因为那个北韩就发射导弹出来了 对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他这一发射麻烦了就是一个威胁了 所以说你看真好南韩北韩在哪里 真好在东北方向 嗯 所以明年的东北方也是非常之不稳定的方位 了解了 对 还有一个是东南方了 东南方就是我们讲这个南海了 就是我们的中国跟台湾之间的问题 这也就是这两颗星的原因 哦 原来都是这个有迹可循的哈 所以呢 这个 2023年呢 这个注定可能是一个不太平静的一年 希望大家都能平安 但是呢 也希望大家从我们的这个 陈林先生所讲的一些信息当中哈 去更多的这个了解啊 这个其中的一些这个玄机 那么下面我想请这个陈林先生 从地母精来给我们讲 讲在对于2023年的预言当中哈 这个地母精有没有您看到的一些东西 对我们上次节目有专门一个节目讲地母精的 我们在这里就不太说太多了 主要原因就是告诉大家人民多疾病了 你看是我们讲完了没多久就开始躺平了 对 对 对 而就是人民多疾病这个六处障眼期 就讲这里也讲到经济不景气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防范这个大的雨 要不去大的冰雹 要不就是恶劣天气 相反的话 如果我刚刚说了嘛 浑水摸鱼就是叫投机打吧 相反如果能领悟到里面的道 做生意的人 他都能领悟他们的商机所在 他就能抓住这个商机 就像我如果 我就刚刚说的我们讲的 讲到离挂了 离就是离世 可是离世就代表很多人离开 是不是商账产业暴增呢 对 所以如果能够很多人开始做商账有关的产业 他是不是赚大钱 对 这就是其中的一些机会 好的 那有下一个 这个是地母精 但是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推背图 也是有一些觉得他说的特别准的 那么推背图有没有什么一些琐事呢 对于我们就是紧接着上一个节目 就是稍微再补充一下 因为地母精我们专门做了一个节目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那个讲得非常详细了 那么讲这个推背图 推背图以我们的时间原因 就是也随便说了一下 给了一个玄机 很多观众说 意欲未尽怎么老师你就讲一半说不还一半呢 因为这个推背图本来就是 邮报疲乏半证 它不让你能够全部宽队 看到里面的真实的东西 那我们讲说这个 鬼某年的这个谷就是说 谷就是云南谷虫 就是代表瘟疫了 毒虫代表 代表毒品 这就代表很麻烦的事情 这一样的道理 这个谷卦 然后这有写的 我也讲了这个一二三四 无图有主 小小天罡垂鼓 这我也讲了 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落逢木子冰伤患 生我者猴死我雕 木子就是李 我常常有问我李 我们就是 马上就是三月就要开大会了 完就是李强 所以说李强做总理的时候 就代表冰伤 就是这个气就是个冷冻气 但是这里面讲了一个 卦叫患卦 它下面一个患 这患就是易经中的一个卦 它这个卦叫做风水 也叫风水 风水患卦 患叫做分离 叫患散 对患散 患散 就是分离的患散 这个就 我说这只有议会不能言传 你去想就知道了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了 然后还有很多的 现在很多的说 另外一个叫43个议员 叫做黑渡走路青龙穴 因为黑渡不是黑渡年了吗 明年就是龙年了吗 青龙就是什么 木龙 因为明年叫假成年 所以在这个时候 黑渡走路青龙穴 欲尽不尽不可说 唯有外边根树上 三十年中子孙节 这里面就是一个玄机了 也是比较符合的一个玄机 但总共来讲 就是说世界很动荡 从这个时候 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想要 预警都不是我们所想要表达的 就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的 了解 总归就是动荡 总归就是动荡 这个推背图 以后我会再请陈林先生 具体来给大家解一解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知道每一年会有一个直年挂 那么这个2023年的直年挂 是有什么其中说到些什么呢 对 那我们直言挂里 实际上我们之前的上次的预言 很多人看就是看到这个佳人 对 柳威解释的佳人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 我们当我们在外面受到了伤害 第一个对我们的港湾就是佳人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吗 对 所以其实已经有两个因面 一个是教育我们 所以当我们明年 一定要懂得珍惜佳人 珍惜自己的家人 因为也不小心 有可能你的很多人就离世了 所以要珍惜跟家人团聚的机会 珍惜孝顺父母的机会 你就会得到福报 这叫烽火家人 当然这个烽火 也谈到了一个根本到 火就是什么代表战争 代表火的能量特别强大 因为风属木 木来生火 造成火很强大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火也代表光明 所以当我们怎么光明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个万象变动的时候 我有说过了 就是让我们的心回家 下面讲 让你的心回到你真正的本源的位置上 你就光明了 了解了 这就是我下面的一个内容了 下面这个如何回家 回归内心 对对对 真正的家就是你的心了 就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让你 你如果要 所以我们要懂得 不但是要对家人的感恩 要珍惜自己的家人 同时要珍惜自己 而且要守护这颗心 这个光明的心 就是瑞龙 那这个下面有一个卦呢 如果大家能够懂得这几个卦 可以说你们是这20年中最最当忘的人 好 您说的是下面就有四个卦 对不对 对 四个卦 来看看这个黄极金氏这个对 黄极金氏 因为黄极金氏就是讲 执念卦也是黄极金氏 邵康杰演化出来的 每一年有个六十甲子 都有一个卦 但他都每一年都有一个四孕 这个顶卦 就是我们讲顶就是1984年至2043年 还有20年的就结束了 那84年就是顶卦来了 就是改革开放 然后呢 顶也代表什么 吃东西你知道吗 顶我们中国有没有一个顶太风情况 对就是拿顶来煮东西的那个锅 所以说呢 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吃出很多病来了 就吃出山膏 吃出糖尿病 营养太丰富 也太丰富了 这些底 然后呢 这个古卦 也就是说从2014年到2023年 就是今天最后年就古卦了 那这个古就是我们讲说 这个病毒的传播 包括那些负面人量的传播 蛊惑人心的信息的传播 都是 那往后走的 2024年到2034年呢 去走购卦 购就是女性的能量强大了 首先呢 人家说哎呀 我现在不知道做什么生意赚钱 我告诉大家 赚女人的钱赚钱 因为女人当忘了 哦 女人有钱了 对啊 女人忘了有钱了 干嘛 打扮自己美丽 所以离挂是将来20年的主导 是不是 离代表什么呢 离就代表美丽嘛 哦 了解了 对 所有美丽的行业都赚钱的 甚至说配饰 像那个我们叫潘多拉 潘多拉不是有一个那个 那个 手链 手链对不对 哇 这个很赚钱 放一个小手式 放一个小手很贵 对 不是说一定是赚钱 也就是那些 让你有些视频 美丽 整容 微整 都赚钱 都赚钱 哦 这个行业赚钱 哎 了解了 嗯 专注做女人的生意 听懂了吗 就这个意思 了解了 哎 这个陈林先生是不是也告诉我 我们节目应该多做点女人的生意啊 这个 这个 卖点东西啊 卖吃的呀 然后卖好看的化妆品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说是离的 离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离代表的是离开 哦 离开 就是 那离有两种 离就是离婚 那离婚率越来越高 嗯 所以说呢 那离婚率高会造成什么呢 单身是越来越多 嗯 对不对 那单身主要能赔吧 那谁来赔 宠物来赔嘛 所以发现一件事 做宠物的行业暴增 了解了吗 嗯 所以 2022年双十一啊 其中有三大行业 突然一下暴增40% 宠物行业是其中之一 就有关于宠物的行业 嗯 单身的就要东西来赔吧 对不对 所以离也代表的是 当然我们说人员呢 这好像跟我们很远 新人员 这个跟我们没关系 可是你做宠物的行业 做商账的行业 对不对 做有关于什么帮助离婚的行业 对不对 蓝女的行业是不是很 很好呢 美丽的行业是不是都可以掌控 对不对 所以还有心的行业 离代表心 离中虚嘛 所以所有能够帮助心灵提升的文化产业都当旺 心 你指的心灵的心 对不对 这个心灵产业 对对对对 那还有呢 就刚才你说的 乙也代表眼睛 所以有关于眼睛的行业 全部当旺 就配眼镜的 然后 配眼镜的 或者是非用私利的 对 我不知道是什么 是做广告的干嘛 你们有一档节目说 80%的华人眼镜会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搞的 没有看到这个节目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叫做包具 追剧 对 就是看手机 看iPad 然后看电子产品 对对对 追剧 所以现在追剧线越来越强大了 每天都在追剧 哪个天眼镜就好看了 去看眼睛 眼睛就越来越坏 对不对 所以 还有呢 因为离意代表身体 身体也看 免疫力落了 所以提高免疫力的 这些健康产业大王 了解了 真肯定的 对对对 是不是 还有一个什么 离意代表离世 离开这个喧闹的世界 当然去 当然大自然去 所以户外运动的行业 暴增 对 能看出来 像露营啊 滑雪啊 然后户外的 所以说 所以我刚刚说了 淘宝中三个产业里面 既然我刚刚说第一是宠物 第二个就是 户外运动的这些 有关于什么 户外运动的投影仪 户外运动的这些帐篷 帐篷啊 对对对 全部暴增的 奇怪 全部暴增 对 我都在看 你也在看 对对对 所以说你看 我说的 不是没有钱赚 是因为你不知道世界在干嘛 对 你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了解 对对 还有包括商账业 那不用再说了 没错 那现在都是用货柜来穿人了 对对 你可以做一些这个 比方说超注也好啊 这个商账产品也好啊 哇很旺 了解 是的 谢谢 谢谢陈林先生啊 给我们大概的一个方向和这样的 如果是您是一个这个想创业的朋友啊 在这个接下来这几年当中啊 可以考虑一下这些行业 好 那么今天最后还想请陈林先生给大家一些2023年的忠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下面的最好的就是说 无论世界怎么变首先把自己变好来 就是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为什么上说呢 因为世界现在是囤 就是蒙轮初开的一个过程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定型 懂吗 所以会变化很多 这个时候呢 不管你怎么去变 你一定要把自己变好来 就是说我要提升我自己 因为你的家是你自己的 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 你的家人是你自己的 你要帮他们把你的家运体 所以把风水提高 对断舍离不要的把它舍掉 把好的远离负面的人量 靠近正面的人量 当然我们以后会 节目中会教大家怎么样来改运的方法 有很多改运方法 穿衣服呀 还有坐在某一个空间跟时间 哪怕你去喝水运动都能改运 这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把奇门遁甲以前打仗的 一个叫动一个叫静 动的静的就是我们刚才 长期的摆一个东西 就是长期的动 就是我通过主动来带动我的运的能量 以后我们的节目都会聊到 这是一个 所以无论如何怎么变 首先把自己的人量增加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用乐观的心态来面对这个悲观的世界 就一定要 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人离开 这是一定的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 在我们当下的时候 我们更光明 是 没错 好的 是的 谢谢陈林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忠告 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们本身说 这个能够了解一些世界的一些 这个预知一些世界的情况 可能可以调整自己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 把我们的自己心性调整好 然后你平静了 然后这个能够这个更豁达了 可能很多事情都会迎刃而解了 今天谢谢陈林先生与我们的分享 辛苦你 谢谢 谢谢 是的 在每个周六的美西时间 早上十点半 都不要忘记收看陈林先生说风水的节目 和陈林先生一起来这个看说风水 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帮助的网友 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下方留言 或者是呢 直接添加陈林先生的微信号来请教他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么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